高亢的嗓音 吟唱达佛龙部落 古老的曲调及歌词 往日的部落时光 仿佛停留在歌声当中 吴才阿嬷在年轻时 就随着老人家学习歌谣 后来又在西哥维海团体当中 担任歌谣吟唱者 现在虽然已经高龄80多岁 只要年轻人想学 他表示也愿意教导 原本是纪录片工作者的翁彦亭提到 会协助采集 也是感受到古谣需要被传承 担心没有人学习 就再也听不到了 虽然自仇自荐打造录音室 制作经费也有限 但是保存珍贵文化资产的目的 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很珍贵的地方 有很丰富的多元的文化 很值得我们学习 那我觉得在老人家身上 我看到他们跟大自然是很近的 所以希望是打包摩的 或是绑炸的娃娃要回来 然后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看到说其实没有这么难 虽然很辛苦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会做得很开心 Ratio Sanai就唱把这张专辑 共收录十八首非记忆性质的歌谣 以及三首混音合唱歌曲 制作近八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而学习歌谣的过程 也让青年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好像没有曾智荏野人在胸人 可以在鸡丑的中心里 现在我们在鸡丑神里站的 有一个活性烛灭 而在鸡丑神里 面白和鸡丑神里 有一个活性烛灭 而在鸡丑神里走 都不深入驚人的 所以我觉得想要做那就要立马当下 去马上的去寻动 不然老人家不可能会等我们 文化也会不管是语言文化歌谣 他们一定都会带走 假如我们没有把他们留下的话 翁彦廷提到录制过程虽然非常辛苦 但是看到青年们主动参与的精神非常感动 未来有机会也会筹办更多文化保存的相关活动 一同维护部落无情资产 原始新闻找到Beat 火灵光复采访报道